朋友们好 今天我们继续向下学习新的课程 今天我们主要学习程序运行过程中 弹出一个界面获取用户输入参数 也就是Qt的标准输入框的使用 首先我们还是看Qt 这节课我们主要介绍的就是 运行时获取用户输入 谈出一个界面 我们本节课的学习目标 本节课也是介绍的内容稍微多 有可能一节课收不完 本节课首先我们要了解一下标准输入对话框 它是什么包含哪些内容 其次就是掌握标准输入对话框的使用方法 最后我们要学习一种定制输入对话框的方法 因为一会介绍的时候就知道标准输入对话框 它虽然好用但是有一些限制 它不能满足我们的需求 我们来看一下Qt它提供了标准输入对话框 那么这个呢 与单行文本框比较类 但是呢在这个基础上有一定的扩展 它用于获取用户的这个单个的输入信息 那么它支持四种数据类型 自不串 整形 辅典型和这个下达条目 那么这个标准输入对话框呢 它弹出来的界面呢 就有点类似于我们一个界面中有一个这个单行文框 或者有一个这个下达框这种形式 但是呢它是由用户的这个动作触发的 平时呢你是看不见它的 只有用户进行了一些操作 点击了一些按钮之后呢 才能看见这个界面弹出来 那么当用户输入完成之后呢 界面就关闭了 我们先接下来呢 就演示一下这个标准输入对话框 首先我们还是进入我们这个ARG4这个环境 打开我们这个工程 然后我们继续打开这个UI界面 上一节课我们把这个界面揉练了半天 这节课呢我们继续揉练这个界面 嗯我们同样的按照上一节课的模式 那么使用按钮触发这些标准输入框 我们先看第一种 输入输入字符串行的 好编辑 然后生成它像样的这个操函数 好我们回到这个文件 嗯 同样的还是要调整一下这里 好我们把这个会引发异常的语句注释掉 那么qt里边呢它是有一个专门的类叫qinput 这个类来实现这个标准的用户的这个输入这个交互 那么我们介绍的第一种呢 叫获取字符串类型的这个输入 那么首先呢我们 从这个类里面调用它这个类的方法 那获取字符串呢我们就使用这个get text的方法 那么同样呢跟上减课一样 首先要把这个呃 这个空件传给它 那么传给这个self参数 然后呢给它取个名字 我们就叫自符串吧 然后呢 呃 还要提供给它 因为它要输入用户要输入自符串 所以要提供给它一个这个类似于这个呃 单行文猫框一类的东西 那么这里呢我们用这个qline i date 那么熟悉这个空件的人都知道 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大汉文猫框 那么我们提供一个这个呃 normal形式的这个大汉文猫框 然后呢 默认情况下这个大汉文猫框里边呢 可能显示一个自符串 我们再给它提供一个自符串 请在此输入信息 好的 那么我们保存运行一下这个程序 好 我们点击自符串 嗯 嗯 又报了一个错 没关系的 在开发过程中呢 可能会遇见很多这个报错呀 bug呀 我们逐一解决就是 嗯 嗯 EcoMOD brake here 我看一下啊 啊 Arguments did not match any overload call q widget q String qString 那么 应该是漏掉了一个提示信息 好 我们break到这里 那我们看一下 这个红红的这一行 比较老人 这个字符串是这个弹出了窗体的名字 那么窗体里面应该还有一个说明的部分 所以我们要把这个部分补上 那么也是给他一行字符串 传入一行字符串 请再次输入 好 注意符号要在英文环境下敲 好的 我们这次再运行一下 OK 刚才这个bug解决了 我们刚才之所以出了个错 是因为我们没有指定这一行字符串的内容 就是请在此输入 那么这个是窗体的这个名称 这个是提示信息 那么里边的这句请在此输入信息 是我们最后提供的那一行 然后呢 有确认和取消两个按钮 我们点击一下这个窗体消失 那么因为我们没有对这个返回值进行处理 所以他现在看起来就是什么都没有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窗体呢 它是会返回参数的 那么他返回的参数呢有两个 一个就是我们输入的信息 那么我们加一个 然后另外一个呢 就是这个窗体执行状态信息 好 我们用一个 呃 元祖去接收它 然后呢 我们看一下 我们输入的到底是什么信息 把它打印出来看一下 再次执行这个程序 好 呃 大家开发的时候 遇到各种bug都不要担心 呃 根据这个错误体制慢慢调试就可以 好 我们再次输入说 好的 那么我们点击OK 哦 又是一个bug 啊 这里是这个bug 我们已经解决过了 就是这个字符编码的问题 那么这个问题呢 我们 把它转码一下就好了 也可以在这里边不输入中文 输入英文 啊 那么 对于我们来说呢 还是输入中文比较好 因为英文的话 好多用户可能看不懂 OK 合合打印出来了 那么这样这个呢 这样呢 我们获取到这个输入之后呢 就可以这个界面已经消失了 消失之后呢 我们在这个后台里面 就可以根据这个字符串 呃 进行一些相样的操作 那么这个就是 我们今天介绍的第一种 这个获取字符串格式的 好 我们再看看这个 第二种 获取这个 第二种我们说的是获取整形吧 对 获取整形的这个操作 同样的我们用一个按钮去触发 啊 给它啊 整形 搞错了 这个不是整容的整 是整数类型 整数类型 好 这个行 好 我们同样是 给这个按钮一个 让它发射信号 然后我们又无可奈何的把它切过来 好的 那么同样我们把这一行删掉 呃 这个输入整形呢 跟输入字符串呢 它只是参数有所变化 所以我们把这一行 到这为止 统统复制下来 看这个我比较懒啊 能不瞧的我就不瞧了 然后呢 获取整形呢 它也同样是 前面是get 后边呢 肯定是整形这个单词了 integer 它的这个第一个参数 肯定还是self 然后呢 它这个充体也叫一个名称 那就是 输入整数 那么同样的也会有一行提示 这个提示呢 我们上次没有敲 它会报错 这一次我们老老实给它敲 请输入一个整数 别的不要 好 那么 这个窗体的名称 和这个提示信息输入完之后呢 因为我们要的是一个整数 所以我们要 根据这个我们的需求 给这个整数加以限制 因为它这个对话空呢 默认提供了一个那种 叫上下按钮调节的一个空架 那么我们呢 要给它指定一个默认的值 比如说我们 大约男人三十而立吧 好 默认是三十 那么一个人的年龄 可能是从零到 比如说一百岁啊 现在能火锅一百岁 已经很不容易了哈 这空气污染这么重 然后这个视频安全又这么差 好 抽假了哈 那么 当前值 最小值 和最大值 然后呢 我们同样的是看我们输入的是多少 把这个 MyStream打印出来 好 运行一下这个程序看一眼 好 我们弹出整形窗口 请输入一个整数别的不要 我们来调一下 36 或者是小一30 好 22 或者是直接在这里输 输入这个90 90岁成功悲剧的 但是如果我想输入100可以 101呢 看这个1已经按不出来了 就是说他有一个范围 你输入这个范围 不在这个 呃 给定的范围令的时候 你输不进去的 或者我想输一个小数 20.1 小数点按不出来 那么我们点击确定 OK 这个20打印出来了 同样的跟刚才一样 这个获取了 通过这个弹窗获取了这个数据之后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数据 丢到对列里面 或者是保存在一个全新变量里面 尽量呢 不要在这个 操函数里面进行过多的这个操作 否则这个界面会卡死 好 那么我们现在已经获得了这个 呃 整形弹窗的这个打印的数据 好 我们看一下 这底下调大一点 好 这边也可以 上下调 每次步进是1 然后点击确定之后 这个窗口自然又会消失 那么同样的道理 这个 浮点形的 我就 不给大家一点点敲代码了 嗯 给大家一点提示这个浮点形的 这个调用的函数发生了变化 这函数名字叫get double 然后呢 前面这些通通都一样 只有后边这三个数不一样 第一个数呢也是默认值 但是它是小数 就是浮点数 那么第二个数 还是这个浮点数表示的这个 呃 范围的最小值 最后一个还是这个 接收输入数据的这个最大值 这三个数通通是浮点数表示的 那么整个呃 做起来跟这个整形是一模一样的 这里我就不重复了 然后我们看下一下 嗯 我们 这个第四种叫下拉框 那么下拉框这种形式呢 下拉框这种形式呢 嗯 我们来看一下是如何操作 好 我们同样是 编译 然后 让这个按钮 发射信号 同样的我们 回到这边来重新加载界面 然后再次 配随的把这边切过去 切完之后还是把这一行删掉 下拉框这个呢稍微复杂了一点 那么因为我们要给他提供一个下拉的选项 所以呢 我们首先要把这个选项实现出来 就是他下拉内的下拉框的内容呢 都是我们可控的 否则这个下拉框就是一片空白 那么我们首先要造一个下拉框 叫QStringList 然后 向这个 List中 添加 添加还是跟那个 Python的这个列表添加是一样的 叫apand 然后我们添加一个 添加一个 添加一些水果吧 苹果 哦 sorry 桃子 香蕉 香蕉 添加 添加完之后呢 我们还是同样的把前面这些 到这为止给它复制下来 然后我们这一次因为我们要 弹出的是一个下拉框 那么我们 调用的函数呢 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嗯 这两个都不是了 那么还是get 这下拉框一般怎么说呢 叫atrum OK 第一个参数万年不变 第二个参数 双体的名字 啊 sorry 创行了 嗯 这边是有错 好 然后呢还是一样要有一行这个说明文字 说明文字呢就提示用户 请选择 然后呢我们把这个我们提供给用户的这个 列表传进去my list 这个刚才敲错的地方给它删掉 好我们来运行一下看一下 点击下拉框OK 那么默认第一项苹果 哎呀我今天心情不好不想吃苹果呢就选桃子 然后香蕉OK这个框消失 那么同样的我们也可以打印一下 看看我们今天想吃的是什么 好桃子OK啊这个又不长记性了 嗯这一行又用unicode转满一下 那么同样的我们也可以把这个选择的内容呢 添加到我们的那个添加到我们之前建立的那个多号五本框里面去 嗯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怎么添加了 嗯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怎么添加了 多号五本框里面有个我看看的my stream 对这个 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一行添加到多号五本框里面去 OK 那么我们再运行一下 选桃子 OK桃子在这也打印出来了 那么这个就实现了我们的这个操作 好 那么 这一刻分两部分讲吧 前一部分先到这里 那么后面我们再讲怎么定制这个标准的输入框 OK 好了 mystery 趣的是参类松 证捆的